那一天新聞一出來那個 樹林就有到我家來跟我道歉 然後我也看了很心疼 因為又不是她的錯 然後我就拍拍她 然後就大概就是跟我媽媽吃的 因為她零食來嘛 吃幾道家常菜 她就要趕著去接小孩 所以樹林那天在家裡有跟你聊到朝閣 沒有講太多啦 她沒有講太多 那她有來跟你道歉 也不用道歉啦 因為她就應該就是 但是中文不好啦 我覺得 那今天穿婚紗 是不是最近也有關心一下 好朋友曹哥夫妻的婚姻狀況 你幹嘛叫婚姻唱得不好 那一天新聞一出來那個 樹林就有到我家來跟我道歉 然後我也看了很心疼 因為又不是她的錯 然後我就拍拍她 然後就大概就是跟我媽媽吃的 因為她零食來嘛 吃幾道家常菜 她就要趕著去接小孩 所以樹林那天在家裡有跟你聊到朝閣 他們 沒有講太多 她沒有講太多 因為那那天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 可能也沒有什麼胃口 不然我媽的菜太好吃了 太好吃完了 吃很飽了 然後就趕著走到一些小孩 所以我看到行情蠻好的 我就放心了 那朝閣叫你不要再帶她老頭出去 不懂我就是看不懂 妳可以講嗎我就是看不懂 還是她有住在你家過然後沒有回家 樹林 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沒有不曾生 就是晚上帶她出去 沒有 晚上晚餐有 吃晚餐 我們常常就是聚餐吃晚餐 然後吃完 就各自回家 因為她沒有辦法吃太晚 我每次跟樹林 然後桃子 或者是小榮 我們都是五點半六點就要吃飯的那種 幾點要單位 大概九點 嗯 那以後還不約嗎 還是會約啊 那要約曹哥一起嗎 我每一次我都有 我都有請樹林約她啊 可是好像他們就是要輪郵 可能都要有人帶小孩 有小孩 沒有耶 那太晚還跟你道歉 也不用道歉啦 因為她就 應該就是 中文不好啦 我覺得 可是樹林有PO文說 她覺得一路走來都很委屈自己 喔樹林啊 哎呦感情的事情 真的是他們自己 自己要自己去解決 這個活力 所以他們兩個還好嗎 合好了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事情喔 尤其是感情的事情 就是要他們當事人自己 坐下來好好 好好 好好去解決 我的個性 大家都 了解我的 都知道 我是一個 不會主動問的人 問了就 多問你知道嗎 就是會覺得多話 多話 那 我都會聽對方 願不願意講 那他願意講 然後我就聽 如果他問了 那我就回答 用我這些 一些經驗 那種話 他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 對他的問題 對他的問題 有所幫助 這樣 對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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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謂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